究竟為何電影的名字叫爆裂點呢? 原來並非只戲中出現無數爆炸場面 卻是想講述 命運如何播放戲中每一個角色 緝毒總督察 警方臥底 毒犯 制毒師 甚至父親 母親 妻子 兒子 女兒等角色 家產被推至精神上可容忍的臨界點 接近精神崩潰的境界 片長達139分鐘 整體給予畢者的感覺便是節外生之 再加上節外生之 或許就遇到奇風的非常突然 戲中情節一般 生命充滿著不確定性 計劃永遠趕不上變化 就是最堅毅、聰明、大權、富有的人總有其突破位 讓命運之神能夠成虛而入 畢者入場前也感覺奇怪 為何一套有關警察臥底的警匪片 可以籠至兩小時二十分鐘之長度 似乎是同類港產片之冠 看過了方之道 導演能超然實花了不小心血於故事營造堆砌方面 例如開首講述張家輝的緝讀組 警官跟大獨熟譚進營的鬥法場面 便緊湊迫人 頗有劇力 但及至第二個小時開始 導演變為那五、六個角色 不停加入了之線 使其命運不停出現變化 卻漸漸偏離了主題 譚進營於這部分簡直消失了此的 感覺上 有些情節其實可以刪掉卻不影響整體之推進 例如張家輝的兒子闖獲那一節 便跟皇后劇情相關性不大 他其實不應以緝讀組警官之身份 跟黑社會講素 即討教還價也 若懇求其他雙熟的反黑組警官幫忙 其效果將會更佳 便是最後他打動對方的動客 其他同級警官也可以使用 而為了史劇情加配曲折 又或許是電影《血小鳥女主角角色》 卻硬插入梁樂師的製讀師來講的一段 同樣其角色於張家輝往後的行動 所起的作用不大 而當中情理最險通之處 就是他屬於製讀集團的重要資產 哪個金三國大獨囂竟然放任他跟弟弟 女兒獨自來講 卻沒有派人監視在旁 讓張家輝能夠成虛而入 亦未免過於超現實 但撇除情節上的不通之處 林超然畢竟是炮製動作場面之能手 幾場於香港銅鑼灣 尖沙咀街頭的追逐場面 節奏逼人 善於運用大家小巷特色 相當可觀 指示導演卻屢次安排譚進言為了報復 以及打擊張家輝 殘忍地將活人燒死 著實讓人慘不忍倒 難怪電影被列為三級電影料 演員方面 張家輝之演技精暫自不用說 但其正劇表演形式一向較為內掩 未必極之適合演者的爆裂刑警 反而曾在高度戒備中演失控警官的 劉青雲可能發揮會更好 另一主角陳偉廷扮演警方臥底 同時又是張家輝之徒弟 導演似乎想替他兩營造成類似激戰中 張家輝跟彈于硬之關係 但陳偉廷今年已經38歲 未必能擁有當年彈于硬的新鮮氣質 而其角色之設定相當有趣 堪稱地獄黑仔王 當金融業時遇上了雷曼事件 做軍裝警察又被同僚所陷害 當警方臥底卻又捲入了殺人風波之中 著不者梅於世事 對警方臥底之工作的所有認知 加來自電影 究竟他們的行為首則具體如何呢 自戲中所見 似乎最大的底線是不能殺人 現實生活是否如此 則有代讀者諸君相告知 聽聞其演技一直為觀眾所救病 但於本片卻見 他的確傾力演出 時常處於全身是血的狀態 當然演技方面跟張家輝上有一段距離 特別是未能懂得運用眼神去演戲 尚有其進步空間 而另一有趣角色 即是梁樂師所飾演的製讀師 他的廣東話雖然純正 但與調有點古怪 演繹者各不知是來自泰國 還是越南的華僑竟然混然天成 沒有違和感覺 未知是導演恩奇說話康條適合 而特意找他來飾演此角 還是僅屬於無心策略呢 最後 譚俊賢也演得好 屬於戲一大驚喜 最後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本頻道 請在Youtube上訂閱、點讚、給予正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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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